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比较适合去海边玩的时候画的一个妆 然后因为之前上周我有出去玩 所以虽然我去的不是那种真正的海边 不过是那种有山然后有有河水的那种地方 所以我第一天去的时候画的是这个妆 然后大家说画的还挺好看的 我就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底妆我先用这个BB霜 我觉得因为BB霜的防晒指数我觉得已经够我用了 所以在用BB霜的时候我不会再上其他的防晒 其实夏天要保持妆的薄的那个度就要控制好化妆品的量 不要太多 接下来上遮瑕膏 还是这支我Gray ZA的完美修颜霜 为了方便我就直接用手 本定妆还是用这个肌凡系的粉 这款粉我觉得它够细很薄 然后它相对有美白的成分在于 然后就是用过之后脸不会特别白 就是很自然的那种嫩白我觉得 眉毛其实我觉得我已经不用多说了 我一直在用这一支 一直在用这一支Skin Food 这个可可粉 然后眉笔 我最近不太喜欢把眉毛画太长 就是很自然把后边填满就可以了 上眼影打底 我用斯芙兰这个 我最近还很喜欢用它 因为爱丽小屋那支眼影打底霜 偶尔出汗之后它就会失去它的功效 我觉得这款就还好 就是这个颜色是我自己配的一个颜色 然后这个是非常淡的嫩粉色 对 然后这个就是金棕色的 然后橘色带亮片的就是那种深 我可以也可以叫它玫瑰筋啦 然后今天我们用这个肉粉色打底 会让其他眼影更显色吧 The Faceshop BR803 然后这个好像也是今年新出的颜色 从后边开始 往前这样推 底色的这一块 把眼头这一边流出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用这个 瑞迷的眼影盘 对 然后我用金色的 这个小细条这里的颜色 画在大概眼线的位置 先画出一条粗一点的眼线 先画出一条粗一点的眼线 然后我们用刚刚的刷子 不要大面积的推 就是慢慢把它 边界稍微扫看就好了 接下来眼线我用的是棕色的眼线笔 用的是这个自然乐园的棕色眼线笔 因为我觉得用黑色眼线会太贼 我眼睛看起来会有点突突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用棕色眼线 前面就是正常眼线 然后后边就是你要睁开眼睛 然后这边就是这条线是平 就是一条横线 然后这样拖到你想要的一个长度 然后再往回拉 把它填满 然后睫毛指尖都要填满 然后另外一只眼睛也是 把你就是定好这个位置 把它填满就好了 就是还用这个海绵棒 用比较小的这个头 然后还是蘸刚刚这个金色 稍微蘸一点不要蘸太多 然后画在下眼线的后半端 我希望我的眼妆平衡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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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等一下要上睫毛膏 睫毛膏今天用的是这个 贤红 塞红 是爱丽曹无的这个 两用腮红 先电脏一点 拍开 然后 腮红就是画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先上好厚厚的润唇膏 然后再画其他的妆 现在就直接上那个 先上唇线笔 这就是爱丽小巫的唇线笔 然后是二号 这种粉色 肉粉色 把颜色平衡一下 然后我用的是美宝莲这个 坑彩 所以我用的是这个 Skin Food这个高光 稍微大一点在 需要亮的位置 然后 再用手指沾一点眼头 这个妆我觉得也可以作为夏日日常妆来用吧 就是跟我上一支视频的那个感觉差不多 不过我是个人很喜欢在夏天的时候用一些金色啊 或者是就是那种 玫瑰金色啊 来做日常妆的颜色 然后希望大家今天喜欢这个妆吧 还是比较简单 然后 嗯 没有太多就是 特别跳跃的颜色 只有金色这一条 比较亮 实际上看起来 我眼睛这一条是金色的很亮 然后就是给 我这个妆一个重点吧 我等一下 因为今天我刚好有时间 所以等一下会再录一支视频 分享给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 继续支持我咯 拜拜